那麼在星期假日到了海產店 如果你想要點黑毛這種魚的話 你會知道牠非常貴 因為是野生的越來越少 這一條至少要花上一千多元 但是好消息是 台灣人工養殖成功復育 我們現在產量突破了目標值的十倍 更重要的是黑毛魚吃素 牠不吃荷 所以對環境非常友善 這次基調客最愛的黑毛魚 出生三個越大的樣子 全台灣第一隻人工成功繁殖的 黑毛寶寶就誕生在這裡 海洋大學的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而這隻黑毛寶寶的爸爸媽媽 就住在這裡 近300隻野生黑毛 在海大成為富裕的種魚 挽救瀕臨枯竭的命運 現在黑毛釣的情況怎麼樣 生在魚比較少 我的比例實在是難以想想 現在想要靠到會半隻的話 可能會餓死 釣起來以後賣給了海鮮餐廳 大概600塊到800塊 我們就俗稱叫現劳 那到消費者可能要超過1000塊 野生黑毛肉Q鮮美 價格昂貴 幾乎與野生石斑一樣 成為優先富裕的魚種 海大團隊繁殖的第一批 1萬隻黑毛 目前送到澎湖 接受大自然考驗 看看能不能躲過炎熱及酷寒 跟我們一起獨家直擊 一個個方框在海上形成香網 這是漁民陳連生的香網養殖場 專養海鯉石斑等高經濟魚類 黑毛剛養了快兩年 這是黑毛的飼料 但仔細看怎麼海離天空上的人氣 那麼旺 那邊是吃蚊的 他們都吃什麼 那個下雜魚 原來黑毛是吃素的 它的飼料根本不吸引海鳥 這一點說明了 黑毛是友善地球的綠能魚種 吃蚊的魚 七八公斤的肉才換它一公斤的肉 不划算也不永續 卻是被寒流凍死凍昏的獅木魚 十公頃的魚溫 獅木魚死了九成 獅木魚因為會吃藻類 被放在文革池中混氧 讓文革長更肥 偏偏太怕冷 難度寒冬 而不怕冷的黑毛將可取代 黑毛基本上 它也同樣可以吃藻類 它又不怕冷 黑毛耐寒 水溫十度以下都OK 不少文革養殖業者 紛紛登門求壽 陳連生已陸續賣出千隻黑毛 不只如此 這隻是幾歲的 快兩歲了 有一些大飯店 有在洽談當中 這樣 黃瓶 然後那個原酸 從原來漁業署 在計畫內要求的2萬元 我們已經擴大到 將近5倍到10倍的產量 海大團隊再突破 黑毛孵化量達到10萬尾 富裕有望 可上桌又可當工作魚的它 虔誠似井 在太陽下 黑得閃閃發亮